许多3C电子产品需要透过电源供应器 将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才能运作 因此电源供应器可说是电子产品不可或缺的重要零组件 然而需求量高也代表着产业竞争更为激烈 今天节目要带大家拜访一家电源供应器设计制造大厂 业者不只在电源产品上集聚竞争力 还将事业版图扩展至氢能源及照明领域 透过节目的介绍 希望能让大家更了解业者在电力变子技术上的投入及用心 那我们就很清楚知道我们要进攻什么样的市场 那这个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就针对这个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在研发上面不断地钻研 不断地往下扎根 那慢慢地我们就会比别人强 所以从过去到现在 我们专攻的是属于比较少量多样跟客制化的市场 我们提供给我们的客户一些客制化的产品跟客制化的设计 然后相对于大部分的公司其实是以做大量生产为主的话 我们公司更focus在提供一些更多的客户多样化的选择 那因为我们多年在研发上的投资 所以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为各个不同领域的客户 提供他们一些特殊的需求的一个买入 我们公司的创新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 我们对于研发的过程我们比较在意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首先有推一个专案流程的管理的一个流程 那我们也在这个今年获得了CMMI Level 2的认证 业者锁定具有发展潜力 但尚未获得满足的市场为主要客群 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 其中公司的优势资源并不断强化研发实力 研发团队人力多达近300人 为了维持高素质人才的阵容 业者与一些科技大学进行产学合作 期盼借由年轻人力的培育 让台湾的电源产业实力更为雄厚 我们公司跟学校合作 是一直以来我们长期发展的方向 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 让台湾一直保有电源产业No.1的地位 那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从教育着手 你应该从学校的合作 让电源产业的核心的技术 深耕到整个教育体系里面 只要出来的学生他都具有这样的能力 那自然而然我觉得我们的 这种电源亡国的宝座 就可以持续化 除了专业能力的培养 专业者对于员工的职业发展也十分重视 完善的教育训练规划 让先进人员可以很快融入职场 透过人性化的管理 其开放的沟通管道与晋升机会 达到稳定合作的劳资关系 让公司的营运能力不断向上 共创双赢的局面 我们非常注重员工的一个训练的发展 所以我们所有的先进员工进来公司之后 我们每一个先进员工呢 我们都会安排一个辅导员 那协助他可以尽快地 融入公司的一个环境 我们还有安排我们研发人员 就是要到对岸去做一些实习 我们会希望说我们研发同龄 在进来公司半年之后 然后他就有机会可以到对岸 去做一些实习 那到对岸工作的话 其实对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说他的视野 然后他也可以了解 比如说公司在对岸里的一些 工作人员的状况 然后跟不同职能的一些部门 同样可以互动 那这样有助于他 未来在他的工作上面 他可以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想法 业者在人力及技术能力的追求上 从不停歇 对于品质的要求 也是精益求精 未曾松懈 在生产上面 我们力求自动化 因为自动化可以把 整个的所有的设计 也有标准的设计 那我们当然我们场内有很多 我们自己累积下来的一些实验室 包括EMI的实验室 然后包括这个安规 我们有可以直接 由安规这个UL可以认可 一个专门的实验室 我们从研发的源头 就在管控我们的品质 从设计开始 那这个大概是我们整个 整个在管控我们品质上面的 一些坚持跟要求 有优秀的经营与研发团队 及大量自动化设备 与检测仪器做后盾 业者以电源产业为基础 锁定特定领域 即新能源产业 积极拓展事业版图 期许成为最优质的 电源解决方案提供者 在短期的部分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把 现在的电源供应器的主业 做得再更好一点 所以我们会在 网通做到世界最大 然后也希望再发展医疗的部分 在中期的部分的话 我们希望太阳美逆变气 可以成为我们下一个 快速发展的行业 所以我们会立地 成为中国的逆变气的 供应商前三名的目标 以长期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在 开始耕耘智慧照明 我们希望智慧照明 可以成为在三五年后 我们另外一个成长的疫情